直接下BRT 直接进去 这样子还挺不错的 这些是精灵保底 大臣小爱的这个是婚纱圣营 婚纱圣营 这家开了很久了 这家开了非常久了 然后我们往后看一下 往后看一下 君灵保底 这商品房 直接进 直接进 直接BRT下来 很快BRT下来 然后直接进来 好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 是 夏河路 我们要拐到了公园东路那边 我们要拐到公园公园东路 其实这个是 当手的路面 那我们要拐到的 我们要拐到公园的 现在应该把这种人 就是在一起 垃圾 自己的回到小开 就把那种柠檬 也是 你看 这是 很多人 我們要拐到公園部署左拐 左拐到公園東路上面 然後上面是BRT 島內的快速公交車道幾乎都是走的上面的 好像都是走上面的走的高架的 這樣子計車合理運用道路資源 我們現在看了這一棟是美人廣場 美人廣場 我們現在拐到的這個路是公園東路 我們拐到這個路是公園東路 然後我們接著 我們要離這個聲音離遠一點 他有那個有那個音樂 等一下又不小心錄到了 等一下變輕輕全了 這是美能廣場 下面是肯德基 下面是肯德基 美能廣場 人就是這個人就是位 好像不是位就是一個一個單人旁 然後兩橫 左邊兩橫 人 德人 我特別不喜歡 你看這種風調掛在這 這是 掛在內室內 內室內 就是說它不是室內 但是是內室 這裡就是美能廣場 這一棟大樓那是美能公大廈 美能公 美能公大廈 這棟大樓那是美能公大廈 然後我們 還接著往前走 我們現在走的路是公園東路 然後我們現在走到的是公園東門站 公園東門站 走到公園東門站 然後我們現在接著往前走 這條路是西岸街 這邊就是花鳥市場 花鳥市場鮮花賣的最多的 在市民區吧好像是 就是批發鮮花賣的比較多的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指示牌 在廈門市第一幼兒園 美能廣場我說過了 中山公園在往前面走 中山公園在往前面走 然後是第一院 我公園東門西站我應該說過了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這個地方這個圖 然後我們所處的這個圖在這裡 清理在這個位置 清理在這個位置 我們是從這個地方 往前的這個地方 下河路慢慢走走走 然後走走走走走到這裡 然後還會 然後這邊是中山公園 我們這邊是中山公園 然後往下走 往下走 我們會往下走 一直往還要往下走 然後他走允丹湖片區 公共自行車道系統 全長是四十億公里 線路包括仙越路 連越路 湖濱 湖濱東路 湖濱西路 湖濱南路 湖濱中路 河鄉 河鄉西路 河鄉西路 河鄉東路 白路 諸路 公園東路 在這全部的這些路 我都我都拍過了 这全部都去年我全部都拍过了 很详细非常非常详细 这些路我全部全部都拍过了 我也我也上传到网络上面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或者说是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进去看 当然了 那那个是去年拍的 去年去年拍的时候 疫情比较严重 也不说严重 就是我也标明了时间 然后我们接着往前走 他们所说的厦门 厦门市第一幼儿园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颜色的不一样 我就不拍了 我就不拍了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呢 在夏天的时候 这边呢 这个应该是很凉快的 非常凉快 你看一下这边 绿化多好 绿化非常好 夏天凉快 那这是中山公园 往里面走 应该是中 这是一个中山 这是出口 中山公园的出口 不是入口 中山公园的出口 这是中山公园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的话 或者说喜欢的朋友 喜欢再看一下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我可以再过来再拍一次 中山公园 因为我自己都没有进去过 我从来就没有 我从来我来厦门这么久 就没有进去过 这些是 左手右手边就是中山公园了 我们现在还是在公园东路上面走 公园东路 公园东路一直走一直走 这条路的延长就是铜鞍路了 铜鞍 铜鞍是厦门 厦门的一个区 这是中山公园 是一个路口 又是一个路口 往后看一下吧 往后看一下 好 那我们要走到 这一个公交站 往后看一下 想不想拉这个动物 都拉你扒拖的那个 还挺好 不想听一下 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公交站是 湖滨 公园东路站 公园东路站 走到这个交站是公园东路站 往后看一下 往后看一下 那我们接着往 往公园东路方向走 这条路好像 这些是那个市镇的 市镇的那个共享单车 我估计这个共享单车应该活的时间比较久 应该会活的比较久 应该会比其他的共享单车好 中山公园我们看到了 那个孙中山树像还没有看到 往前走的 然后厦门实验小车也是往前走的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在占领 我们已经在占领 好 继续往前走 接 我们左手边在这一片 应该都是 中山公园的范畴吧 所以说 在公园旁边的 小区应该会长 应该会比较好 公园的小区应该会比较好 现在呢 现在是什么 有一个概念叫学区房 就是学区 就是 小学旁边的 房子 初中房间的房子 学校旁边的房子比较贵 因为他好像说 是 买了这个房子才能 能上这所学校 就能上这所学校 那我估计这种政策 一定会 一定会 在一定会被接盘侠给接住的 一定会被接盘侠给接住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人口在局聚的减少 我们中国的人口在局聚的减少 你学区房 最后的 最后的那一半只能会变成接盘侠 这百分之百的 而且不需要 太长时间 以后的趋势呢 学区房肯定炒不起来了 但是炒不了学区房 炒客们可是 是特别喜欢的 炒不了学区房 他可以炒什么房子呢 以我的感觉 他会炒医院旁边的房子 叫做医疗房 医院旁边的房子 只有你 他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他就他就会说 只有你在旁边买房子 医院旁边买房子 才能入住这个医院 因为医院的资源比较紧张 医院资源非常紧张 这里就是中山公园路口吧 中山公园的南门 这里是中山公园的南门 那我们我们就不往前走了 然后我们接着往 往前走 往前走呢 就这条路呢 我们刚才走的这条路 中山公园东路 然后 再往前走呢 是同安路 再往前走呢 是我们是同安路 然后一面车车一面过来的这一条路呢 是虎原路 虎原路 车一面过来的这条路 是老虎的虎原路 公园的虎原路 那他顺的这条路 就是中山公园的南门 这条路呢 是公园南路 好那我们接着往前走 这条路呢 是 同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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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接 接着往前走 这所谓的 人的房子 这种颜色的 一般都是学校 我感觉 这是 就是砖红色的 一般都是学校 然后我们 看到学校了 这种学校 这种学校是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我发现这种 加上这种两个字 实验的这种小学 都是一下子 档次就是不一样了 实验加上两个字 实验小学 这些是实验小学 厦门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我估计这边上的房子是靠北的贵 靠北的贵 实验小学 实验小学 那个 出来了这个门口 就是马上有一个地铁站 除了有个地铁中山公园站 一号路口以外 你看位置多佳 还有一个 实验小学 小学公交站 这个地方真的是能把你配的全部配了 所有的资源 全部把你配的 他们的卫星导弹都发上去 你叫钱给的族 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配 钱不是问题 你看这些商品房 肯定是真的是靠北的贵 这些商品房的名字是明溪大厦 明星 那个新明大厦 新明大厦是这一栋 然后这个是 德胜大厦 天鹿大厦 这些大厦 我估计我这辈子都买不起 买不起没关系 我估计连这辈子可能还租不起 这个是教育局 应该说 对 教育局 教育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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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